今天在次序上 我們就先請劉俊軒會長 在其次是許光榮教授還有楊淑儀委書長 依照這樣 大概每一位有20到30分鐘的報告介紹 最後我們再留一點時間來做中文討論 好 是不是就來開始提醒 劉委長 謝謝志堅 副委長 這一次我們三個人都有去到現場 然後也參加他們的一些討論 我們是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 基本上我是比較到 因為他們11月6號到17號 我記得 如果沒錯的話 11月2個禮拜 6號到17號 那本來 因為就是說 也有可能是中國那邊 也有可能我不知道什麼原因的 本來我們有報了幾個人 那後來也沒 本來報了幾個人以後 讓他們給我回信說 至少我的名額沒有 我的名額沒有 那到開會前的大概差不多兩禮拜 才通知 才會才給 因為我是透過習慣教授去在那裡 那他們才說 我可以去 其實給我現任務的 還有邀請人 給我邀請人 就是這個會用 用這個觀察者 conserver的身分邀請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報名是因為我們是這個所謂 在國際裡有一個組織叫 氣候Climate Action Network 就是國際的氣候行動 因為我們也是他們的會議 所以我們才可以這樣報名 就是由他們來推薦 由他推薦我們進去 那我咧 當然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會議 靠的這個會議我是第一次參加的 那參加我就盡量觀察 也盡量就是說把我們的 有機會的話 把我們的聲音也要講出去 這樣子 那 我就先來講 第一張 這個往下怎麼會按 這裡 這一個是我的背景 我能夠進去以後 他給我一個這個通行的 可以進去 那他兩個 就是說這個Climate這個會議 它有分成兩區 一個叫服務龍 一個叫服務龍 那服務龍的話就一下有這個背景才可以進去 就一下有這個公務證才能進去 那服務龍的話呢 就是任何的人都可以去 任何人都可以去 那在這個Blue Long裡面 就是正式開會的地方 那墨洛哥那邊呢 他們其實我是覺得場地很大 然後呢 他用帳篷的方式 就因此搭到帳篷兩邊 像這張照片看的這樣子 兩邊都是大帳篷 裡面就是會議室 那中間是走道這樣子 那參加的人也很多 參加的人也很多 那我就先來講在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我是幾乎每天都會去 就是這個所謂的服務龍 服務龍 我每天都會去 那等一下我會再談一下這個所謂的服務龍 我去了大概兩三次吧 去了兩三次 下午的時候有過去那邊看一看 那在這一個就是有邀請的人才能參加的 這個區裡面呢 它有很多會議場所 那基本上呢 我這樣觀察 我是覺得說有些國家呢 它要凸顯它的就是可見度或什麼 對不對 它會有自己的一個會議區 就是展示區跟會議的地方 會議場所 譬如我舉例子 像美國 韓國 中國 跨國 還有這個泰國 那其他的就是共同的會議區 就是說你哪個團體你可以去申請 然後你也有人 然後就在共同的 就是那種不分區的這個會議室裡面 那這個會議是很大 不然很多好幾個 大概有七八個要將近十個都有 然後當然它有一些可能是他們 一些參加的會員國他們需要討論一些 他們所謂的一些 我們說financial city也好 或是他們的一些行政的process view club的process的這些也有他們專門的地方 那我就先來談一下就是說在這一個區域 我參加的部分 那我參加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說 其實我去的比較多的 就是美國的 美國廠 美國的這邊 那我好幾個去的比較像美國 那中國我也去的幾次了 中國的場地我也去的幾次 然後 泰國我也比較常去 泰國我也常常去 那我就先從美國廠先來談 在美國廠其實它到底是一個科技大國 它在講的是以NASA的官員 還有一個在San Diego Springs的海洋研究所 海洋研究所他們談的是談什麼 談衛星的觀測 還有氧磊等等 二氧化碳造成這些一些影響 還有他們怎麼觀測 基本上這樣就好 那美國主要是在談 就是純粹是在談他們的所謂的監測的東西 那美國也是監測最多的地方 這是他們很自豪的 他們譬如說 譬如說他們現在填上 他們有24顆衛星在量地面溫度跟量二氧化碳程度 然後很多東西都一直重複講就對了 因為兩個禮拜時間很長 那中間當然有一些休息這樣子 重複講 那日本也變成 因為日本這裡沒有場地 所以日本也有人去希望你們去參加他們 然後因為日本也有兩顆衛星 那當然中國號稱明年 就今年啦 今年他們也要發射一顆衛星這樣子 那這個衛星跟我們一般的衛星是不一樣的 也不是氣象衛星 它是什麼 它是測量地面的溫度跟二氧化碳的濃度 那他們就在講 就把這些測量 這過去的這個大概20年吧 20年內它的整個 然後它當然前面也有啦 前面也有 前面可能不是衛星啦 有可能我不知道 他們講 就是從20年來 它的一些溫度跟二氧化碳的濃度的變化 二、三十年來這樣的變化 那這個變化 我們很顯然從這個衛星的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雖然濃度是每個月它都有上上下下 但是你如果時間把它拉長以後 你會發現 就是它偵測的東西 那一條線就是怎樣 就是向上 就二氧化碳的濃度跟地面的溫度 其實它的趨勢是什麼 是向上 雖然它有所謂的frustration 就是震動這樣子 它是 趨勢向上 那這個就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這二、三十年來 基本上 的確是二氧化碳濃度增加 然後我們的溫度 全球的溫度也在增加 就同時在增加 這證明說二氧化碳它其實它就可以什麼 它其實是影響這個所謂的這個地面溫度 就全球暖化這個二氧化碳這個東西 那當然這個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有去 有一次 就是大概 因為美國是11月8號選總統 我記得 11月8號選總統 然後選完總統以後 川普當選了 那川普不是在選選日講說這個溫室效應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什麼 中國的一個陰謀 要害美國 它不認為全球有溫室效應 那這個NASA的官員 講完以後 就有一個美國人 就問他 說你可不可以拿你的科學政績 去說服共和黨的國會 因為共和黨在國會有多數 說服共和黨的國會說 你一切地球有溫化的現象 然後最重要控制二氧化碳的排化 是不是可以去說服他了 他這樣給他一問 那個官員就任在那邊 任了一下 不知道怎麼回答 然後突然就想到說 我們這個只是一個模型而已 這只是一個模型而已 只是一個模型而已 那我那時候就笑了 因為他在解釋這個的時候 他有特別強調 因為你從衛星來測對不對 衛星來測他也怕有誤差 所以他前期有五十幾個測站 地面的測站 他一開始就有講 他說衛星的這個資料 其實是跟地面的車站內有效證過就對了 有效證過 這個是他一開始在講他的資料的前面 他都有講他衛星資料一定這樣子 衛星資料這樣子 那我就笑他說 真的是他已經知道川普已經當選了 那川普的態度是什麼 他們也必須要稍微要修正一下就對了 也要修正一下 就是讓我覺得說其實現在整個世界 其實不管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 政治還是 政治還是 永遠大於科學的真理 他只要他有那個 雖然在美國我們知道 還是有少部分的科學家 在美國還是有少部分的科學家 認為沒有冷化這個問題 他認為這是地球的一個溫度變化的一個 cycle 一個循環而已 沒有冷化的問題 那到會議要結束的前一天 美國的 因為他那邊他還沒就任 現在應該還是國務卿 美國的國務卿不用視線演講 視線演講我就在那邊聽 他其實他就一直強調 他說再生人營這個東西 他一直強調 他因為也是要說服這些觀眾聽眾說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川普不理這件事的 就不認為地球會冷化 他也是告訴大家說 一直在演講的過程裡面一直講 就是說再生人營的產業 已經發展到一定大的規模了 到這麼大的規模以後 沒有人可以擋斧它繼續發展 因為那是一個世界的潮流 沒有人能夠擋人 他也是這樣強調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美國當然現在川普當選以後 當選以後他基本上他的一些政策 是不是就是說會對這個所謂軟化的這個東西 他會不會 尤其他現在要開採這所謂的業務 這個東西會不會造成這些污染跟地球軟化 一直要燒油或是燒炭 他一直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會不會影響 這個其實是大家關心的 然後因為我是剛講 我是去這個我去是由那個CAMP 就是那個氣候變金網的這個邀請人 所以我也有參加過一次他們的會議 那個會議其實大家就覺得說 因為那時候川普正好剛當選 我一參加的時候正好剛當選 所以大家都很難過 大家都很難過 說這個川普當選以後呢 對這環境的東西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因為他對環境裡面基本上他不是那麼care 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在那裡面談 大家就認為說 這是大家認為 當然我是聽 大家就認為說 川普有可能在造成這個所謂的60年代 美國反戰的這個世衛遊行又要出現 因為川普是極右派 他是極右派 他有可能就是說會造成這一些年輕人 要全部跑出來的 要全部跑出來的這樣子 就是這樣 他們認為會有這條現象 他們預測將來會有說 美國一定會有大量的抗議 大量的抗爭 而且這抗爭的那個規模 歸越來越大 他們認為這樣子 不過當然我們也知道環境議題基本上 因為環境議題基本上是比較這個 沒有說你今天就死掉 不像夜旦 你要被掉去生命 要抓去當兵這樣子 不像夜山這樣子 這個是慢慢變壞 所以有辦法造成這種累積到這種人量 這個其實我們還有待觀察 那第二洋泡漢的釋放會那麼多 對不對 基本上就是說除了空氣溫度以外 那個海洋研究 就是我剛講的Scripps 那個海洋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員也在報告 報告一些情形就是說什麼 因為我們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有30% 是在海裡面 是融到海裡面 所以你的二氧化碳增加的話 他們認為說會造成什麼 造成海水的酸化 那海水的酸化就會影響所謂的在海裡面的一些生態 那什麼 他說馬上知道會有影響的是什麼 他說雖然這個沒有一些研究的證據 但是他們可以發現就是什麼 發現馬上受到影響的生態就是貝殼類的 譬如說蝦 蚵仔 什麼Muscle 這一些貝殼類的生物 第一個會先受到影響 他們認為這個二氧化碳增加 除了溫度增加以外 對海水也會有影響 然後會影響海洋生態 至於影響到多大 他們現在只知道對貝殼類有影響 但是他們其他東西 他們現在還是不敢做定論 這個是在美國廠的部分 那在泰國廠 因為泰國廠我去很多 泰國廠他說我是Friend of Thailand 說我是泰國人的朋友 那其實我是因為他那邊是那種耳掛式的咖啡跟臺灣 而且是那種有機的咖啡 所以我其實是多17克咖啡 但是因為喝咖啡總是要有一些貢獻 所以就會跟他們談一些他們的問題 那在泰國的部分 他們其實泰國有些東西比我們做得好 但是有些東西比我們差 譬如他在講災害的應變 有一家公司在講災害的應變 大水 洪水的時候災害的應變 那這個我基本上覺得我們應該是做得給他好 做得給他好 然後再來他們電力公司在講他們的電力的形形 電力的形形 那我當然就跟他談 因為我們那時候正好要虛錄這個電業法 所以我跟電力公司的人就談了 我問他說 你們現在呢 他們電力公司跟我們臺灣一樣 也是一家獨佔 他們電力公司也是一家獨佔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們現在這樣子有沒有想要自由 就是說可以自由化 他說沒有 我們現在都沒有討論這個問題 他們沒有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說連自由化這個東西都沒有討論 然後第二個我問他說 那再生的年齡 再生的年齡不問呢 他說對呀 我們有想一些 像在什麼地方呢 做風能或太陽能 就是說有想 我說這個譬如說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環寶寧一直在推的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什麼 公民電廠 就是說我們呢 說我們如果說有太陽能板 一個一個一個設計 我做了太陽能電廠 我花了電 有時候太多嘛 有時候晚上就沒有嘛 對不對 我多的是不是可以賣給你 就是賣給電力公司 我就這樣問他 我說多的是不是可以賣給你一個電力公司 晚上沒有的時候再跟你買電 對不對 他說他們不行 不能這樣子 他說你可以裝 但是呢 就是你自己用 太多就太多 就沒有 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裝 就是說你裝只能自己用 不能賣你 你裝太陽能板就是只能自己用 而且不是社區自己用 是家裡自己用 是家裡自己用 那像這一點呢 我們就比他們進步很多 比他們進步很多 那當然我們電影法修出來以後呢 現在看起來好像也沒進步多少 看起來好像也沒進步多少 還是我們自由化還是遙遙無期 還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不知道自由化到什麼時候 才會真正的我們所要求的這個自由化 變成自由化 但是他們有一點做的地方 他們有在講再重新造臉 就是說再重新造臉 那其實他們已經有幾個地區內 已經做得相當成功 幾個區域有做得相當成功 他們現在森林的覆蓋力是佔泰國總國土的32% 他們希望在2030年內可以到達40% 就多了8%就可以了 從32%變成40% 那這個像我們台灣就沒有什麼 我們好像沒有這種計畫 但他們是有這個計畫 他們也有數字出來 就是32%變成40%這樣 他們有數字出來 就是森林的覆蓋力 這個是他們做得比我們好的 那我秀一張 我跟你講 我在泰國 我覺得我很喜歡希臘力 也是有原因的啦 那他呢 他們因為我每一場都會跟他們討論 對不對 那他就說 你是泰國的朋友 就送我一個很漂亮的包包 他說這個包包是一個那個什麼草 什麼什麼東西 他們吃出來的這個包包 就是這個包包 然後呢 大家我還沒收到 我不知道 我還有寫信去吹啦 還送過什麼你知道嗎 我去清邁 三個晚上的住宿 跟兩張的這個七號七號一個國家公園 他不知道叫什麼國家公園 我也不知道 兩張的國家公園免費度少見 然後他說他會Email給我 他說他會Email給我 但是我回來到現在 他不知道還沒有Email 我也把Email贈子給他 但是他到現在還沒有給我 就是我跟泰國呢 其實因為跟他們討論很多 所以他們就很高興 送我包包 然後又說要邀請我去泰國玩 然後呢 要我一些免費的住宿等等 但是免費的住宿我還不敢確定 不敢確定 他是有Email給我 我有Email回信 他問我說這個Email對不對 我說是這樣子 我回去 所以並不表示他不會有Email 他說他們現在正在處理中 跟我講的說正在處理中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那個 他們會 我想應該會啦 所以我可能會去泰國旅遊一下 跟我太太去泰國旅遊一下 因為跟泰國關係搞得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當然 中國的部分當然我也會去關心 然後我也去了幾次 中國的場 因為中國也是一樣 跟美國跟那個一樣 也是有一個自己的會議場所 也是有一個會議場所 那我去呢 有一次他是用中文演講 是講那個建商在講的 那個講完就給人家問問題 不給人家講完就給人家問問題 然後另外一次 我在那裡做了一個多鐘頭 他有多多人 一直講一個一個 一直講 我想說 我在這裡這樣耗個兩鐘頭 他們都還沒有完 最後可能就是大家結束了 我就先離開了 然後還有一次 就是我去 他們講完以後 就是他們主要那一場主要是在講說 他們如何教育小朋友 教育小朋友要如何結人選擇 跟教育公眾人物 然後是他們的NGO的團體來講的 是他們所謂的NGO團體來講的 他們的那個輝聖母組織的團體來講的 好 那我就問了 問他們兩個問題 我說第一個我就問他說 你們的NGO是政府出錢 還是民間諾法 然後我第二個問題 我就跟他講說 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全球的20% 他們的二氧化碳是全球的20% 他們是大概美國以外 他們是第二位的 可能美國比他們多 我不知道 很多人會比他多 事實上他們自己也講就是20% 跟我是第一 第一啊 是不是嗎 你已經差不多接近30%了 沒有 差不多20%了 沒有 差不多30%了 我待會兒有數字 大概有數字 他有講20% 那我就跟他講說 地球軟化你們排這麼多對不對 地球軟化 這個問題不是現在去教育這些小朋友 去教育公眾 怎麼要求人減碳 這個問題而已啊 我說你要去教育你們的領導人 是不是要這樣子 那這個問題就很敏感了 我說你要去教育你們的領導人啊 怎麼減碳 怎麼要教育領導人 而不是只是在教育這些小朋友 跟這些公眾人物 Public 就是一般的市民這樣子 那當然他回答我第一個問題啦 他說他們其實有大部分是政府出選 但是也有民間勿管啦 也有民間勿管 那第二個問題是連回答就不回答 就不回答了 就是完全沒有回答 好 那完了以後我就會出來 結果就在後面呢 就坐在後面 因為我要問問題就一定坐在比較前面一點 我當然不會去坐第一排啦 坐在前面一點 我往後走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走過來跟我要民間 跟我要民間 因為我每次問問題前面 要談你前面 我一定會先表明我是台灣來的 我是台灣來的 反正保護的 就是我都會表明 所以他就過來 就跟我講說跟我要民間 他說 先生我可不可以給你聊一張影片 我說可以啦 我就給他一張影片 然後他就突然給我一句話說 你剛剛問得來的問題對他們來講說很敏感喔 所以我問得問題對他們來講很敏感 那這個也是 就是說 其實我是覺得我們不需要去擔心什麼中國什麼打壓 當然我是NGO 所以我就比較 那 這就是 然後呢 到第二週的時候 時間 我講那個 那第二週 我在五分鐘就好了 在第二週的時候 我就去 第二週的時候我就逛 因為他會場裡面有這個所謂的這個中間展示區 我突然看到有一個台灣 這叫台中間來的 台灣 台經驗 台灣 research 台灣 research is to 台經驗 是台經驗 那我就走過去了 結果在故山的人看到我走過去 他不知道是不是以為我是中國人 還怎麼樣 他很緊張 我一走過去 我就台後說 你要去擔心什麼 我說你去擔心什麼 你在緊張什麼東西的事情 他聽到我講台灣話 講男人 他就 他就跟我講什麼 沒有 中國人在堅持我 中國人在堅持我 我一聽 那一個人我不要講他 他是很不愛 他是說他來帶這個台經驗來 戴台經驗來看這個顧這個攤位的人 那我就說你有什麼好緊張呢 我說國際是一個講理的地方啊 你怕什麼中國人來監視你 他監視越多越好 我就跟他講說 我前面在中國的那個場地問他們這兩個問題 他們也不能對我怎麼樣 他們也不能對我什麼樣 是不是 我就這樣跟他講 那他當然啊 因為 我不要講他 但未來 事實上他是我們人也是政府官員去的 他大概怕被改出來才怎樣 我不知道 他就是有這樣的 所以只是要講的就是說 對中國人其實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擔心 然後呢 當然再來其他的 會議場所當然也有一些事討論 就是說其他會員會是聽 譬如說有一場就談到這個所謂的 太陽門的這個問題 那我就跟他們討論說 但是太陽門不穩定啊 白天有 晚上沒有啊 我就跟他講說我的想法是加乎存電 但是現在電池又那麼貴 然後效率又不好 壽命又不好 然後他就跟我建議說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 電動車的電池 因為他要充電很快 所以很貴 當然用了一陣子以後 他充電速度變慢的時候就不需要淘汰了 淘汰的時候就可以用來加乎儲電就對了 用來加乎儲電 那當然目前來講的話 他也同意我有看 目前這個 因為電動車還夠多 所以目前這個還是不可行 這個是大概在這個主場的地方 然後再來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Green Room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去的 那我也有去了 去了兩次 那兩次在Green Room裡面 基本上是就是說誰都可以參加 所以有很多年輕人 很多婦女 很多年輕人 婦女 那他除了有展示場以外 他沒有婚姓 但是他中間有這個所謂的小型演講的場地 就像這樣 講學名的場地這樣 大家圍在圍著這樣講 那我也要兩次的發言 大概我有兩次的發言 我第一次是在護理人員的部分 他們很多揮手的婦女就在講說 他們生活多辛苦 他們的媽媽他必須要怎樣 每天是為了煮飯找人員 就是要花一整天的時間 要花一整天的時間 那我當然我就跟他們講 比如說在我們台灣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台灣只有在災害的時候 一些偏遠的村莊內 才會因為沒有電等等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災害的時候才會那個 那講完以後就有一些揮手的婦女 來說我們台灣多得幫忙 因為我有提到說我們台灣的太陽能 太陽能我們在花載太陽能 他說可不可以幫忙 我當然我說我們又不是聯合國的費用國 你去跟聯合國的綠色氣候基金去申請吧 他就講了一些說他們怎麼不可能拿到 怎樣就講一堆東西了 我想這個就是一些所謂的行政程序 這個什麼我們稱號的Bill Club 就是什麼官僚體系就會造成這樣子 那第二次是我去看這個所謂的 那個青年底人員的這個問談 我本來在那個青年下 我就擠手之後我要發言 結果因為那時候我沒有人擠手 我會擠手是因為沒有人擠手 我就擠手我要發言 結果那組織人就說 你年紀太大了 我們先給年輕人發言 就這樣講 結果結果就連先擠手就發言 然後講到最後他還有時間 他說你不是要發言嗎 你不是要講話嗎 然後他現在就給你講 我就先跟他講一下 就是年輕人的這個所謂的 在台灣的這個民主運動或環保運動 它的重要性 因為這一些運動所造成他們 造成台灣現在就是對環境 當然我用這樣講 可能現在又有不同意了 我就跟他們講說 對環境友善的政黨 大勝就對了 因為年輕人的運動 還有反核 反核也是年輕人的運動 就這樣講他們講 那在講以後那個印度人就反而找我 我說那我們聯絡一下吧 我們找機會聯絡一下 我們談一下你們的年輕人 我們印度的年輕人等等這些問題 當然在這裡像這一張照片 他們其實莫浩哥也把他們小學生帶去 這個所謂的大家都可以去的 這個叫做運動 去那個什麼 去看 看說這個國際盛大的場地這樣子 那當然最後呢 我最後一天就在這個聯合國的會行前 照一張相 然後也是自我鼓勵的 希望將來我們能夠什麼 我們能夠 我們的郭錫也可以插在那個地方 郭錫也可以插在那個地方 這樣子 那演講會完以後 我有去沙拉沙末洗漏頭看 看沙末了 那最後這一張呢 這個是漏頭的 那這是夕陽 這是沙哈拉的夕陽 沙哈拉的夕陽 就是去沙末住了一晚上的Tent 這樣子就在帳篷裡面住一晚上這樣子 席落國去住帳篷這樣子 那基本上來講在這一場 這一次的這個行程裡面呢 我覺得我收穫滿多的 收穫滿多的 那等一下呢 大家如果有什麼細節要談的話 我們也可以致敵在談 好 那我就大概就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延會長 其實你還是很年輕的啦 因為旅遊也年輕的區域 沒有人看得出來 沒有啦 還有文保 這個無謂的挑戰 謝謝各國交易 那我們就來 接下來請 許萬榮教授 我們今天這樣 討論的議題很open 等等在中國討論 那請休息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紹就是 我的一些觀察 我從這個第三次的會議 就開始參加 不知道信誠該 當然是哪次 大概中間 不知道 大概中間有幾次沒去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比較快的過去了 好 那基本上我會跟大家講 這個一些觀察到的氣候被遷的性向 所以美國館應該是說 他大部分只是講他科學觀察的部分 那我會提 可能有哪些 我們看到有哪些衝擊 然後國際協商到底是在 談論哪一些事情 我們台灣的現況 所以其實COP22本身的這個進行 其實倒沒有太多 可以著墨的地方 那然後最後就說 我覺得我們台灣應該要做哪些事 很多人可能沒有注意到 北極 這個也是衛星的照片 那他們有很多年的照片 然後這個是說北極的最近 其實從11月中開始 一直到現在 北極都比正常的溫度要高出 20到25度 攝氏20到25度 所以北極本來應該結冰的 可是現在大部分的地方是睡了冰 並沒有真的結在一起 那北極的 酷熱的北極會造成什麼樣的現象呢 就是現在造成美國歐洲很冷 因為那個北極的冷空氣下來了 那我們台灣也可能碰到這樣的現象 所以到底天氣會變成什麼樣 這是大家過去前所未見的 這個也是從去年11月才開始有這個現象 以前是沒有 這個是遠超諸科學家的預測 那另外這個圖就是過去40萬年的溫度跟二氧化碳的記錄 下面是溫度上面是二氧化碳 那這個是南極的冰柱 去分析冰柱的同位素 可以去分析說它的溫度 然後從它的含的二氧化碳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過去的二氧化碳溫度的變化是非常相關性非常的好 那本來呢 這個最右邊的地方應該是 最右邊的地方是零 就是工業革命的時候 本來應該我們要降溫了 我們本來應該降溫 可是因為我們空氣裡面上面那個是二氧化碳 濃度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的溫度一直在上升沒有下降 那過去的溫度是在工業革命前的時候 因為這個沒有point 沒有 沒有帶光 那本來這個工業革命前 最高的時候是280個ppm 然後在工業革命 對不起 工業革命前的時候是280個ppm 那在溫和時期的時候是180個ppm 那溫度差大概差了攝氏5到6度 那我們現在的溫度 我們現在的溫度已經超過400ppm 然後加上其他的溫度效應氣體 一定是450ppm CO2 所以你認為增溫會幾度呢 那溫度效應到底有哪些氣體是主要的影響 基本上咖啡色的就是二氧化碳 然後一部分那個土黃色就是甲碗 然後是氧化氧氮蛋 然後一些其他的活力氮化物等等 所以整個的這些是主要的溫度效應氣體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人為的排放的污染 它會造成灰塵 然後會把這個空氣陽光稍微遮一下 所以總共人的因素的影響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們這個資料都是來自這個IPCC的report 但是大家要注意增溫不是均勻的增溫 就像我們剛剛看北極的現象 也不是均勻的增溫 所以譬如說2010年的時候 俄羅斯有熱浪 熱浪曾經到達多高呢 有的地方甚至是攝氏42度 那個是大陸型的氣候 所以到42度那個是很難忍受的 它會平均的溫度是應該在那個時候 應該是差不多20度了 那我們的溫度呢 這是平均的溫度 那1880年就是海溫跟這個陸地的溫度 我們就看到這個溫度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一直上升 那2015年的時候 2014年是有溫度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可是2015年呢又超過2014年 那確定的是去年 2016年又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 所以這個最熱的溫度不斷的在上升 那這個是Colombia University的資料 就是有一個是陸地有一個是海洋 所以其實看到那個平均的溫度呢 基本上都不斷的在升高 所以譬如說去年4月的時候 印度有最熱的地方在45.8度 然後呢 太北的美洪宋曾經到了44.6 那是很熱很濕的地方 跟沙烏地阿拉伯那種阿拉伯國家比較不一樣 阿拉伯國家很乾 所以你不覺得熱 濕濕的在加上熱是很難忍受 所以印度有熱死很多人 所以不只是溫度的上升造成人的很不舒服 那我們也發生過暴雨 八八風災就是暴雨 這個現象越來越頻繁 乾旱就一支乾旱 然後一下雨就是暴雨 而且像我們八八風災這次 三天把一年的雨都下完了 這個不只是台灣發生 很多地方都發生 也很難預測 那像去年的1月我們台北下雪 這也是從來 好像有史以來沒有這樣子過的 所以有人說那是不是全球的冷卻 不是 就是溫度的改變不是均勻的 所以有的地方會變得很熱 有的地方會變得很冷 就像這個北極震盪 最近歐洲美國很冷就是北方的 北極的空氣下來了 那我們台灣明天開始會變得很冷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個現象 這樣說好像我們這邊沒有歐洲 美國那麼明顯 那有些地方甚至是會降溫的 譬如說我們待會看 洋流假如改變的話 就會使得降溫 那剛剛劉教授有提到 這個海洋的這個酸鹼度在改變 我們海洋是鹼性的 它的酸鹼值是8點多 但是我們現在越來越多二氧化碳融在水裡 那到了2010年左右 對不起 IPCC的報告 說這個海洋的酸度增加了14.8% 算是很嚴重的 因爲萬一我們的這個 沒有 我已經沒關係了 有有有 萬一呢 因爲海水是鹼性的 所以這些蝦啊蟹的殼 因爲它們都是碳氈鈣 所以可以存在 可是假如海洋變成中性的 或甚至酸性 這些殼就不會存在 那已經開始慢慢的酸化 所以對於這個暖啊 魚暖啊 這些 這其實都有影響 鳥類的在附近的鳥類 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假如真的酸性變得更高的時候 可能整個海洋的生態都開始改變 我是發覺 那14.8是跟哪一個 還是跟哪一個 我們這個資料是19 應該是1990到2010年而已 1990 因爲它的資料是從這裡開始的 所以pH值就要下降 所以算它的pH 一個是8.12 從8.12降到8.06的話 就是只有這個 差不多20年到 那羊牛會變慢 那這個對其他 對所有整個的這個氣候啊 對整個東西受到很大的影響 主要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看北極非常的熱 那羊牛到這邊要下沉了 要下沉 可是這邊的冰降溶解的太快 那個表面的海水是淡的 比較輕沉不下去了 所以就有人很早 其實在1991年的時候 就有個海洋物理學家說 這個氣候並且變得嚴重的時候 這個洋流會變慢 甚至會停止 所以假如它停止的話 像日本這附近有這個洋流經過了 它的溫度就會 比照同緯度的大陸型氣候 它就沒有熱能帶過去 所以對這樣的國家來講 它可能就會變冷 那不只是我們看到的這些天氣現象 我們看到這個颱風變得很強烈 乾旱變得嚴重 然後我們暴雨啊等等 就會引起我們很多的這個生命財產的損失 但是當然了 還有這個溫度的分布 傳染病的流行就會 區域就會改變 譬如說最近還有出現這個 Zika Virus 那就影響我們的糧食 還有所有的經濟活動 到底該不該帶雨傘 到底該不該去曬鼓舞 這些東西受到你天氣的影響 那美國對這個事情其實是非常關心 美國甚至在國防方面 國防部都有這個氣候變遷 對作戰的影響 在不同的天氣狀態 極端的時候 或者是沙塵暴來 你應該要怎麼去應付 對你的所有的國防設施 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當然還有這個領土資源的爭議 海島國家國家會慢慢的消失 那它到底消失到什麼程度 這個國家才不在 或者是說丹麥挪威這些國家 在爭取北極的這個冰下面的領土權 因為過去大家都不能去嘛 現在北極快慢慢的溶掉 那大家就要去爭 另外呢其實有一個討論 是說其實敘利亞的內戰 最早就是因為乾旱引起的 這些本來是滿豐富足的這個農業地區 可是因為長期的乾旱 所以它沒有辦法生存 他們就到都市來 可是阿薩爾就是敘利亞總統 不喜歡這些反對人士 所以就讓他們去餓死 所以就開始起來反抗 所以其實氣候變遷 不是我們台灣講的一個環境議題 這是影響到整個國家社會 甚至我們人類可不可以繼續延續的 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溫水效應的這個氣體 主要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是經濟活動為主 所以基本上是能源的直接排放 跟能源的間接排放 它這個分成兩個部分 除了那個淺黃的土黃的部分之外 是直接的能源的直接排放 對不起這個黏黏的拿起來不舒服 所以我就不用它了 這一塊是能源的直接的排放 這一塊是間接的排放 所以總共其實都是能源的使用 所以能源是造成我們 國溫水效應氣體的主要的來源 那國際的氣候變化的討論呢 是這樣子 1992年的時候呢 巴西的這個地球高峰會就成立了這個 氣候變化剛好公約 說要成立 那正式的生肖呢 是在1995年正式生肖 就開第一次的大會 就是Top1 那這個Top1的時候呢 就發現原來1992年的大家 那次180幾個國家的元首去參加的這個會議呢 就是說他們希望把他們的溫水效應氣體呢 控制在1990的程度 就是2000年的時候回到1990的排放 但是1995年開第一次大會的時候說 發現沒有一個國家做了 所以就說花兩年的時間 來訂一個有約書記的公約 所以1997年的12月開第三次大會 可是呢 開第三次大會之前呢 大概在1997年的8月左右 美國參議院呢 就通過一個法案叫Bird Tidal Resolution 就說這個年以開的這個會呢 假如開發中國家沒有積極性的參與的話 我們政府就不要送到我們國會來 不送上去 就基本上是不會通過了 所有的國際的約都需要國會的認可 才算正式生效 所以不然的話你就不要送來 那1997年的這個京都議定書呢 就只有管工業國家 所以確實即使高爾去簽了這個約 也不敢送國會 因為國會有這個規定在 那這個京都議定書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啦 他就是規定到2012年之前呢 工業國家要比1990相對的少 5.2%的排放 那假如你做不到的話 你可以利用所謂的京都機制 就是去跟人家交易啦 或去買啦 或去做計畫 達到這個減量 那這個 跟開發中國家的合作的計畫裡面 這個我們叫做CDM計畫 那CDM計畫呢 很明確的是不可以用核電 這是我們台灣不論什麼政黨 當政的時候從來沒有講的事情 這個CDM計畫是排除核電的 那京都議定書只有規定到2012年 所以呢本來在2009年的第15次大會的時候呢 希望訂新的議定書 然後銜接這個京都議定書 但是這個破局啦 因為吵吵鬧鬧之間就破局了 所以在2010年的時候 到底這個氣候變化的這個討論 這個國際討論我們的目標在哪裡 我們要制定什麼樣的目標 你可以說盡量的減量 盡量的減量是一個很籠統的目標 所以他就定了 我們大家討論氣候變遷 我們希望增溫不超過工業革命前的兩度 所以這是2010年的時候的會議決定了 增溫不超過設施兩度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這樣 然後就取題了 出現 那可是在2010年之前呢 科學家就出過幾次報告 那科學家就有講說這事情很嚴重 假如增溫要在兩度之內的話 是2007年講的 要在兩度之內的話呢 就應該我們人類的排放在2015年 就是前年要達到最高峰 然後2050年的時候呢 我們所有人類的排放要減成1990的一半這樣 等等等等 那這個後面又改了啦 那可是小島國家跟極低度派發國家 說增溫不超過兩度 對他們的國家還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他們要求來討論 增溫不要超過設施1.5度 那大會又同意說去做個review 那到了2013年的時候呢 IPCC的第五次報告又出來 那他就換了一個角度 他說假如增溫不超過兩度的話 我們人類呢 從工業衛革命到現在 總共只能排放3兆公噸的二氧化碳 那我們到了2011年之前 我們已經排了2兆了 所以我們還剩1兆對不對 可是我們從2012年到2015年 我們又排了1570億公噸 所以我們只剩下843GIGATOM 我忘了這怎麼算出來的 8000多了 8000多了 少了 GIGATOM 對不起 GIGATOM就是8430億公噸 8430億公噸 好 那 但是呢我們每年排放多少呢 照我們現在我們每年大概排放340億公噸 所以你算一算大概只有差不多30多年時間 我們就把這個POLTA用完了 那所以呢就提出一個建議 就是在2055到2070年左右的時候呢 我們人要達到碳中性 碳中性就是我們人類的排放等於自然的吸收 也就是不能再排放了 你不能再用法學燃料 所以就跟這個 07年的這個IPCC第四次報告說 2050年還可以用一半 大幅的改變 大幅的改變 巴黎協議呢就在2015年底達成 那因為 早年說增溫不超過2度 但是呢小島國家是說增溫不超過2度 對他們還是很危險 那review報告出來確實認為說 2度不超過2度是絕對不可以超過的 所以巴黎協議的目標就是說 我們協商的目標呢 是追求增溫遠比2度要來的低 希望不超過設施2度 這是他的其中的一個決議 另外呢就是人類的排放盡早達到最高峰 並於本世紀中開始 人類的排放跟自然的吸收相當 然後呢所有的地約國沒有規定 每一個國家要做多少 那每個國家自己送來說可以做多少 所以每一個國家就要準備你自己國家的減量承諾 5年一起大家再來檢討 可以做更多 或者做不到大家怎麼幫你可以做得更好 然後呢就有這個 比較有錢的國家呢 要提出每年1000億美金去協助開發中國家 發展的國家 那你假如自己做不到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市場的機制去減量 那第一次的review呢 各國的減量是在2018年開始 所以就是明年 那這個議定書呢就跟京都議定書 這個協議跟京都議定書差很多 京都議定書是201997年簽的 可是2005年才生效 這個協議呢 2015年12月前 可是2016年的11月4號就正式生效 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時間 那為什麼呢 因為氣候變遷確實非常的嚴重 這是跟每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 而且有合理的替代方案 做比遠比不做來的好 所以這麼190幾個國家 為什麼大家會同意 簽這麼具有野心的目標 不是他們愛好環保 你要注意哦 你看這個很多的國際上的新聞 大家耳魚我詐對不對 互相攻擊的很厲害 他們絕對不會單純的因為環保 來同意這樣子的目的 這是他們都認為 對他們自己有力才會去簽的 我覺得台灣一直沒有去提這個地方 做永遠比不做要來的好 TOP22的會議的本身呢 其實就在討論 因為巴黎協議生效的太快 所有的細節都沒有 所以他在現在在安排 怎麼達到這個細節 那我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不是這個UNFCCC的會員國 所以我們幾乎所有的人 不是所有的 幾乎所有的人都是用Observer的身份去參與 Observer是不能參與政治的討論 所以這個會議本身是分成正式的會議 就是討論這些條文 內容該不該減量 另外一部分呢 是所謂的周邊會議 剛剛我們劉教授談的是周邊的會議 周邊的會議是不同的組織 有的是國家 有的是學術機構 有的是零件團體 他們對這個會議的一些 提出一些方法 一些建議或什麼樣的訴求 那但是這些呢 能不能去影響會議的本身 就要看你的訴求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有的有 有的是沒有的 有的是自己去那邊 宣揚我們自己做多少 所以假如我們要成為會員國的話 我們將來就要正式的有人去參與這個協商 是一個很boring的過程 一個字一個字要去看 很久以前會是參加 兩派一個支持減量一個不想減量的國家 為了一個字在吵 你假如沒有遵守京都議定書 你要被處罰 應該用SHALL 假如你是一個覺得這個京都議定書要很強的 那我問你 你應該用SHALL 還是用SHALL 想一下喔 用SHALL的舉手 你應該是SHALL 舉手 我沒聽清楚 兩個字一個是SHALL 又是SHALL的啦 一個SHALL SHALL 一個SHALL 你的發音跟我不一樣而已啊 我不要去討論發音嘛 到底是SHALL還是SHALL的 SHALL的請舉手 SHALL 用SHALL的請舉手 SHALL 是SHALL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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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強制性 為了這一個字 用哪一個字 就可以吵一顆上 人家是多麼的自自斟酌 本來巴黎協議也差點快破局 因為吵案裡面用的是SHALL 結果每個人看到說 怎麼變成SHALL 所以我要Fight 趕快回去 把它重新整理 真的 人家都非常仔細的一個一個看 我們台灣 即使我們是WTO會員部 我們有沒有仔細的看條文 我相信沒有 這種會議不可能隨便把你改國名的啦 你自己沒看到了 絕對是這樣嘛 沒有私下的啊 都要上正式的文字出來啊 對不對 我們隨便隨便在外面講 然後去協商的人都不好好看 好 那這個會議的除了 COP22 除了在制定這個巴黎協議所需要的各種制度的這個細節之外 那巴黎協議的時候呢 又定了說這個每一次的會議要有兩個所謂的high level champions 這個high level champions呢 一個是過去的地主國一個是新的地主國派 主要是地連結地約國跟非官方的活動社群啊 企業之間的關係 因為大家也知道氣候變遷的因應不只是只有官方的 官方尤其是國家級的未必可以做得好 他是希望全體一起來做 所以不只是官方的還有地方政府還有企業 所以待會順美就會跟我們講企業的部分 還有民間團體 大家一起來怎麼去把這個減量的目標去提升 所以在這個周邊會議裡面呢 就包括了也邀各種的這個非官方 就是非中央政府的怎麼樣加入做減量 所以民間團體啊 保險業 金融業 能源業 農業 地方政府社區 重點就是快來不及了啦 真的要來不及了啦 那穩定氣候的增溫不超過1.5的機會 就快要流失了 那各國也在這個巴黎協議之前 就送來了他們各自的這個志願減量方案 志願減量方案呢 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走這個灰色的這個區 走這個灰色的這個區 那聯合國的環境組織 UAEP就每年出了這個Emission Gap Report 他就說這個藍色呢 是我們希望增溫不超過2度 深藍色的呢 或是紫色是增溫不超過攝氏1.5度 那到了2030年你就發現說 各國座的減量目標呢 假如對增溫不超過2度的話 每一年還會多出120到140億公噸 就是相當於每年排放的3分之1 那假如我們的目標是增溫不超過攝氏1.5的話 這個Gap就更大150到170 那這個巴黎協議有沒有用 基本上他們的希望說我不規定你 但是你自己提出來 因為每5年要檢討一次 那大家攤開來 所以你假如做得不好 別人可能就來幫你 那你假如已經做到你的目標 那可不可以再多做一點 他們其實就希望用這樣子同財的壓力 去讓這個會做得更好 那除了這個氣候變遷討論之外呢 還有一個在國際上比較多的這個運動 就叫做怎麼樣把投資去轉向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呢 是因為有人就去算了 假如我們把所有的化石燃料 我們已經發現證實有儲存的化石燃料 把它全部都拿出來燒掉的話 那它就是黑色那一塊 那可是呢我們說真溫不超過2度呢 能夠排放 我們想2050年之後 還可以再排放一點的話 真溫不超過2度的話 我們就只能排放那個小小的那個藍色圈圈了 所以基本上今天已經發現的化石燃料 不可以全部拿出來燒掉 不可以 只能有1 3分之1可以拿出來用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divestment 或者是它叫做fossil in the ground 沒有再發現新的喔 舊的已經發現的都不能全部拿來用 那這個只是討論真溫不超過2度 假如真溫不超過1.5的話 容許的量就更小 所以英國的衛報也同時配合這個 fossil in the ground 他就有做一些宣傳 那這個最早是從學校的校園的基金 學生要求校園基金轉向 但是呢慢慢慢慢 現在已經滿多的企業去 譬如說這個洛克菲勒 以石油起家的洛克菲勒基金 還有全球的最大的主權基金 挪威的主權基金 也不再投資煤 不只是開財喔 運送發電廠這些他都不去投資了 因為其實投資這個是會虧損的 那我們台灣完全沒有看到這個這個點 確實是會虧損的 那我們也沒有提這件事情 沙烏地阿拉伯去年的時候就宣布 他2030年 他的新經濟政策就希望2030年不再靠 不再靠石油過日子了 好 那這是我們台灣的現象 我自己整理的了 2016年的這個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但它的資料是2014年的 那我們台灣的人口佔全球第51名 總能源消耗是23名 那我們二氧化碳排放全球第21名 那我們的能源密集度呢 好像有開始惡化 過去我們從最差的開始算 我們是66名 我今天算我們變成44名 然後我們的用電量是全球第12名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比我們用的少 卡達啦 United Arab Emirates 美國加拿大 由自產能源的國家 冰島 挪威瑞 瑞典 我們是沒有產 我們認為我們的用電量還要增加 那我們的能源幾乎完全靠進口 每年花了大概近10%的GDP去買 這是能源 我們的電呢 百分之七十幾是燃煤跟天然氣 百分之七十幾 對快到80 然後百分之15左右是核電 然後呢 我們風跟太陽能加起來還不到全發電量的百分之一 那我們電是誰在用呢 剛剛說我們用那麼多電 百分之60是工業用 就是電廠跟工廠用在一起 只是60% 所以各位呢盡量的節能減碳 你好不容易減了一半 可是還不到6% 那工廠呢 他只要減10% 百分之10就到了6%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在要求 那我們的氣候變遷指標的表現呢 我們是全球 他這次只針對全球排放量的前58名 那我們是在裡面的表現是倒數第10名 因為他前面三名重缺了 所以我們是52名是倒數第10名 排放量這邊 這邊的排放量是 這邊都有 我們叫人均排放量是全球第20 第十九 所以你剛剛的58是偷偷 不是58是評估 人家的評估 那他的評估包括哪些呢 他的評估就包括你的 他有包括現況 跟你的變化 現況不好 但你講的變化改變很多的話就有進步嘛 就是performance 那就是performance 所以其實呢 因為我是參與評估的人 我每年都被環保署罵 所以我們的評估很不客觀 可是這個評估裡面80%是看你的表現 跟你的趨勢 跟我人去怎麼寫沒有關係 這是人家都可以從國際的資料拿來的 所以其實是我們的排放量大 我們改進很有限 所以其實是這個評估差的道理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跟國際的減量目標來講 我們很差嘛 59就是倒數第三名 最後一名是61 所以你看我們很差的呢 就是我們的二氧化碳的這個排放 跟這個減量目標的比較 那我們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我們1990的時候 二氧化碳是1.2億公噸 2000年2.1億 然後2005年2.45億 那我們的宣示的目標呢 2008年的時候說我們2020回到2005 2025回到2000年 然後我們說2050比2000年少一半 但是我們有什麼政策呢 沒有 換LED這是比較具體的 重數 水手關燈 馬叉頭 其他車 自速 或者是以加質量 那我們我們再生能源發展非常的慢 我查了一下2016年就是去年的10月底 我們還沒有 風加太陽能還沒有到1% 還比前年還更差 前年還到0.93 去年10月的時候總整年才0.9 那我們小英說2025年的時候 我們要有20%的再生能源供電 可能嗎 然後我們通過一個溫室氣體減量和管理辦法 我認為有什麼效果 我們還跟國際上說 我們有一個還蠻具有野心的RNDC 我們2030年呢 會降到比我們的BAU少50% 那其實呢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有野心的目標 因為我們把未來的目標放得太大了 這個突然的我們的Business的10月9 就動的跳起來 動的跳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很努力 我們說我們很努力 就會到214 百萬公噸 就是2.14億了 那假如我用這個最後的 差不多最近的五六年去外插的話 其實我會盡了一切努力 二氧化碳排放IRD 所以根本不用做任何事情 我們RNDC就達到了 所以 那我們台電呢 還蓋了很多火力電廠 雖然台電一天到晚叫說 叫 會缺電 會缺電 可是它還有蓋這麼多火力電廠 那個瓜號的是有爭議的 所以假如我們把那個沒有爭議的 瓜號的不算的話 就還有731個百萬公噸 就是7.3GbW 那我們的核電呢 是5.14GbW 所以假如台電的這個沒有爭議的火力電廠 都蓋完的話 全比我們的核電 1234都關掉了 那我們最近通過一個很可怕的電業法 把台電的這個壟斷性又加強 然後我們本來說 廠網要分開來 這件事情就拖到6到9年之後 然後我們雖然說綠電先行 但是呢就打壓再生能源 說再生能源發電業跟受電業 要準備適當的備用容量 當然後來稍微改了說 一定裝置容量之下可以免 但是也沒有講說多少是一定 基本上這個台電的電業法 基本上我認為 將來的目的就是要綠電不可行 綠電不可行會怎麼樣呢 我就把這個跳過去好了 綠電不可行 基本上呢 它就會發現一個重要的問題 對不起 第一個 綠電不可行 小英的2025年20%再生能源就會跳票 再生能源供電要跳票 跳票之後呢 你核電廠要不要關呢 你關掉請問你用什麼 來補充這個缺口 假如我們沒有做節電的話 你要用什麼做缺口呢 好 你不關 廢核跳票 你假如關掉 你要用燃煤發電嗎 空氣污染很嚴重哦 好 那你不用這個煤 那我們就只好燒比較貴的天然氣囉 漲價 那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樣的選擇 我們一定要等到那個時候 做這樣痛苦的選擇嗎 那這是我稍微畫了一下 我們在2016年之前呢 是我們已經發生的 那2025年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要達到那個右上角 最上面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從今天開始呢 就要每年就要盯 我們到底有沒有朝這個路徑去 不然你給我你的路徑是什麼 好 那我今天就到這裡 給大家報道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 李徐老師 李徐老師這個資料 可以我們現在也會有問題嗎 謝謝李徐老師 非常具體很多這些資料 那最後一夜在冷鎮的書上 他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真的現在好像在雙向發展 好 那我們請兩位律師長 今年是我第二次 隨律老師去參加 在看我的會議 那因為李徐老師是一個非常嚴格的老師 所以我們的那個 會議呢 當然就很緊湊 去巴黎的時候呢 去年 前年去巴黎 兩個禮拜 是我第一次去巴黎 而沒有去玩 我說我就上個避暑 從這個地洞到另外一個地洞 然後呢 再接駁車 然後去摩洛哥 人家問我說有沒有去騎駱駝 我說沒有 因為我們也是一樣 一大早 然後接過吃飯店門口 然後接到會場 然後我們有時候又開會 開得滿久的 就像剛剛學老師講的 這個 會議主要的內容 是在討論一些相關的條文 那周邊會議也有 那我們這次因為有些機會 所以我們 去參加了一些實質條文的討論 那 參加實質條文的討論之後 你就會意識到說 每一個國家裡頭 到底在 糾葛一些什麼 糾結一些什麼 那個是一種學習 那在這裡頭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對台灣的影響是些什麼 來看一下全球是怎麼樣 來做這個減碳的 Cup 22沒有什麼具體的結果 平良心說 因為對於巴黎嫌疑的 這怎麼樣去推動去推行 其實更細節的以頭沒有 但他們還是通過一個叫做 馬拉克史的一個行動宣言 這宣言裡頭其實就只有兩點 一點就是說 真的非常迫切了 你們不要再用各種政治力 再去阻撓 一定要全力以這個減碳 氣候變遷 另外一個是就是要修改 就是要通過這個 杜哈這個修正案 那內閣修正案也是 已經通過了幾年 但是一直都沒有辦法 在討論的幾年都沒有 真實的實施 那這是剛剛薯老師 也跟大家講過 這個二氧化碳排放 一個跨國的比較 剛剛薯老師談過那個 但我跟大家來分析的 這個是去年年底的 受一個全球的碳強度的變化 這裡頭要看的數字呢 雖然我們說 剛剛劉教授提到說 中國是排放非常高的 但2015年全球的碳排放 2016碳排放的 減少 卻是因為中國的努力 所以在碳強度的變化裡頭 中國是前五名的 因為它的 它做的這個 它的能源的 不是說完全轉型 而是它有些改變 它的大力發展 太陽能光電 所以在2015 2016全球碳排放是降低的 相對降低的 而且在這個中國的 有一個叫做十三五計劃 我剛才沒講十三五計劃 就第十三個無面發展計劃 他們就很明確地把 綠化是放在這個宣言裡面的 所以中國是拿出了 這個具體的行動 還要怎麼樣來做 這個濾化 或者做減碳 而且這個會影響非常的大 就像剛剛 劉教授提到說 川普因為不承認有氣候變遷 所以美國在未來可知的 這個氣候變遷的這個領域裡頭 他沒有辦法再當龍頭 現在誰在當龍頭呢 在Top22裡頭 最受這個矚目的是 中國的代表 謝政華 以及歐盟 歐盟跟中國現在就在搶 氣候變遷的發言權 而極有可能中國會搶到這個發言權 中國搶到氣候變遷的發言權 那麼台灣為此就更 岌岌可危 你更不知道把你自己放在哪個地方了 所以這個是我在這個地方 想特別來談 企業怎麼來做這個部分 剛剛劉老師講 住家其實用電只在18%到20% 其他的是商業跟工業 那這兩個總共產生就是企業 企業在裡頭占很大的分量 而事實上在氣候變遷減碳的這個行為裡頭 如果沒有企業加入 也是做不起來的 企業加入裡頭有包括企業的資金 包括企業本身的減碳 所以這一塊也是在TOMT2裡頭 很被討論的一環 談到企業本身 應該怎樣在這個減碳的這個過程裡面 那這個是我本來想講 台灣這個環保守11月提出了 國家營運氣候變遷行動綱要 那這個環保團體罵了一堆 因為這裏沒有很具體的 那我們今天時間關係 我們就不要討論這個部分 我們要討論在TOMT2裡面 也是在周邊會議談到 企業本身怎麼樣在這一塊裡頭 那麼在這裡頭談到 所以他們認為 最有效的減碳的方式 就是carbon pricing 就是給碳定價 給碳定價就是碳是有價錢 碳是有價錢的做法有幾種 一種就是所謂的能源稅 就是carbon tax 能源稅 另外一種是所謂的排放資質 就是交易 碳排放交易 是這兩種做法 那這兩種做法 事實上都會在企業的成本裡頭 會去凸顯出來 也就是說有的是你多少排放 我去買多少排放量 這許可 另外一個是你在你的價格裡頭 揭露你的碳成本 或者說將來國外在跟你訂單裡頭 它有多少的要求 你是必須要有多少的 綠色標章在裡面的 你的碳必須限制在多少以內的 這個其實很直接的影響到我們的企業 很直接的影響到我們企業的商品 那麼這有兩個 一個企業怎麼做 有兩個代表性的組織 提出來的建議 一個是就是ISO ISO提出是企業行動最新認證 叫ISO14080 那ISO14080 當然它就有一些 它的一些指標 這個東西跟過去ISO 每一項認證裡頭都有相關的數據 這個是有的 那這個裡頭就包括 怎麼去算 然後怎麼去積合 那這個在ISO的網站上面都有 那我們今天就不要談太多 那這裡頭主要的內容是提供氣候行動 這個定義跟範疇 另外是制定一套可量化解釋的步驟 因為在全球 這個NBC提出的 就是德國提出 它要減判的這個自主貢獻裡頭 很重要大家談到說 你怎麼做 你是怎麼樣去做到你這個 還有你的路徑是什麼 你的方法是什麼 是可執行的嘛 這將來在幾年 就是三年 2018年去review的時候 四個月都會被談到 明年 我就是明年 對不起 就明年 我就忘了今年2017了 然後另外是建立一套評估成效的方法 那這個過程呢 需要蒐集各個氣候變形相關政策 跟策略的資料 設立凝聚的目標 以及檢核成效的KPI指標 藉此來建立這個企業 提出辨識和評估氣候行動可行性的能力 那這一套標準呢 是ISO提出來的 所以會越來越多的這個企業 當他要去爭取國際的競爭 爭取國際的訂單的時候 他的ISO認證就會 因為過去大家在講他的標準的時候 是用ISO認證 但是ISO新的認證 就是加了這個氣候這個因素 那另外有一個 是全球著名的碳揭露組織 就是他叫CDP 他在這個CAP22的周邊會議中宣布 目前世界上已經有上千家企業 回應CDP的查核要求 其中85%設定的減量的目標 半數呢2017年會實行 內部的碳定價 那國內企業在自己國家內 可能壓力不大 但是當你在國外訂單的時候 你這壓力就大了 我看了一個報道 就是說這個傑安特 傑安特我們覺得傑安特 這個蠻綠化的對不對 這個講到車對不對 可是傑安特他的國際經理人 寫信要求我們說 你沒有去做綠色這個標籤的揭露 你沒有去爭取綠色認證 他考慮要減碼 他國際經理人考慮要減碼 所以是逼著傑安特 必須在他自己本身 他企業的這個年報裡頭 要放進來這一塊 就是必須去更清楚 自己怎麼去做綠色的這一塊 那這個新聞我想大家可能有看過 鴻海他這個在中國 他投資著太陽能 他也去印度找市場 鴻海絕對不是自己沒試想 他又去發展太陽能 這是因為他的廠商蘋果 他要求他的供應鏈 你要發展這個綠能 蘋果、Google 他們都需要他們自己的產業 將來可以100%的用再生能源 所以他就會要求他的產品 他的供應鏈的這一端 也必須要做這些東西 這也就是為什麼鴻海會去做 那提出這個東西來看 就是來看台灣 台灣到底我們的政府 跟我們的企業做些什麼 或是還沒有做些什麼 所以我這邊提出來是說台灣的危機 我們看不到一個低碳政治的領導力 沒有應對的機關出來破壞藍圖 也沒有低碳基礎建設 包括對低碳友善的融資環境 電運供應等 這個呢就談到我們的金融企業 我們的這個綠色基金 綠色債券、綠色融資 相關的這些東西都還沒 沒成氣候 甚至沒有很多的討論 當我在找這些相關資料的時候 我打開網路路購的時候 幾乎都是中國大陸的網站 中國大陸的研究機構 中國大陸的投資機構 他們做了很多關於 碳交易、碳定價、碳稅 排放交換交易機制 中國大陸做了非常多 這一方面 台灣方面我看到資產有做 可是資產是它是一個國際的組織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討論太少 那另外就是 我們政府 就像剛剛朱老師也提到 2020年要拿來保存至20的 再生能源電力 但你怎麼做 現在不到1% 剩下的9年裡頭 你怎麼從1%變成20% 這裡頭相關的 這個裝置容量 你要怎麼增加到那種程度 所以這個是我們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說我們並沒有看到 我們的政府去規劃這樣的一個未來 另外一個 台灣也非常有趣 也非常諷刺的就是 它能在台灣的這個情況 我們的很多的產品 98%都是出口 就是在台灣它的市場是有限的 然後過去10年 我們的化石燃料進口 依然是不減反正 也就是說政府沒有這個決心 那另外一個是 因為這樣不推 所以廠商不積極 可是這個影響的就是說 我剛剛提到像鴻海的例子 當你這些爭取國際訂單的 你就必須自己去做 如果你要爭取訂單的話 然後我剛剛提到這個 中國這個13.5這個計畫裡頭 規劃2017年就是今年 中國將全面啟動 國家級的碳交易機制 企業應該關注中國在積極 碳管理作為上帶來的衝擊 另外 中國東協環境友好行動方案 他們也提醒 這個就是中國跟這個東協的 這個國家訂的這些東西 也是談到綠色的部分 那我們在南向政策的時候 也會去碰到這些國家 那我們自己本身又怎麼樣 在我們的企業裡頭 怎麼加上有關於這個碳交易 或是這個減碳相關的這個部分 那剛剛這個 修老師講到這個 關於我們對於電力相關的 那我很快跑過一次 是我們在去年11月做的一個民調 關於電力 關於能源使用的調查 來看一下台灣目前的現況 非常有趣的是 4成4的民眾認為 台灣目前主要來源是核能 所以可見我們的交易是 非常非常的失敗 或者應該是說 台電的洗腦汁非常非常成功 就是很多人認為 因為核能核電非常重要 它占那麼大的比例 所以廢核不太行 但是事實上 就像剛剛有說 老師那個圖一頭也有看到的 那關於節能減碳 其實在減碳這個過程 或是說在應對氣候變遷 我們做節能減碳加護 是非常有限的 做得非常有限 因為其實都是非常基礎的 就包括關電燈 換LED 但是我們來看看 今天在這樣的下面 我們還有多少的空間 很多人6成2的民眾認為 我們還是可以在省電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覺得說 台電一直在告訴我們 沒有電 缺電 這裡面好多好多的原因 其中原因 當然台電自己管理的問題 台電隱密了一些資訊 台電的維修相關的問題 那麼我們自己本身 用電是不是該要檢討 剛剛這個薛老師有一張圖 台灣的用電 每一個人用電 是全球排名第12名 前面都是那些那種產油國家 那我們98%要靠進口的國家 我們卻是用電全球第12名 所以我們有 平常講是蠻Locky電的 但是民眾的這個測試裡頭 又有民眾認為 還有很多空間 很多人認為他可以去節電 但是呢 要談到我願意去節電 從事件有一些誘因嘛 那願意來做節能減碳的 有6%的民眾願意 那在這裡面呢 有願意的人呢 我們有分說你要自己 自己花錢 還是說你要政府補助 就是比方說像你購買這個節電的 這種這個家具啊 就有補助啊 相關的這些東西 那麼有願意做的 有52.5%是願意自己花錢 那麼有42.7%的人 是政府有補助的時候 他就願意做 所以政府的作為 實際上真的會去影響到 民眾在減碳這方面的意願 跟實際的行動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也做了調查說 那你如果你自己願意做 你自己願意花多少錢去做 那民眾這個平均只是3萬多塊錢 可是呢 我在這個 有一次我去做評審 各縣市節電比賽的時候 非常有趣的 有一個縣市呢 他們就自己縣政府 這個縣市政府自己點了錢 做這個鼓勵 這個買這個節電 節電家電的 他說效果非常好啊 可是他年度的節電的效果 並沒有呈現出來 又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花了錢做這個節電 但是你們的用電 還是沒有減少呢 他說呢 因為有民眾覺得 人家的電器很便宜 那周園家裡本來有一台電視 反正現在政府有補助 又買了第二台電視 所以就更浪費電 所以這個政策的實際上 有時候人的心理 還是要去了解一下 你看是不是拿個換 換個電視這樣 可能好一點對不對 但是那個那個縣市說 他比較沒有節電 好 所以呢 如果政府有補助 本來沒有意願的人 也有一半以上的人 會改變心意 所以 在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政府的作為 確實在這個 民眾的行動上 有很大的影響 也就是政策呢 才是能夠帶動大家實際的行動 所以好的政策呢 對於目前政府來講 我們很期待他可以提出 比較具體可行的好的政策 好那我今天簡單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 這個資料是不是 到時候來一陣子 我們是三位 就要不要坐前面 這邊三位主講 謝謝 我想時間我們稍微點一下 沒關係 那個台下位也是我們 的場地 那真的很難得 那最後讓我們知道更多 對我們現在國內的 外國政府 對我們在比例這些的狀況 剛剛講的真的是 如果供應鏈有下查指示 它的下游廠商 開始要理解 詳細文沒有去查 最近的賞一周看 我們是開放大家的疑問或討論 請問一下幾位 就是說 政政跟各個政府 打交道的時候 你感覺說 我們作為一個公民團體 社會 怎樣才能夠促進他們 就是說可以比較有利益 執行這個戰爭 有沒有看到什麼 入境 我也是建議 我們參加三個問題 一起在中課 選我們主角人為他 那 就剛才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政府 還會感覺怎麼樣 能夠促進他 是不是 還有其他 意見 有沒有一個機制 就是讓政府 對他所定 因為小英已經說了一個目標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說的是 小英的目標 現在是小英說的 其實那個也應該是我們全民的目標 這麼講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種政黨的鬥爭 來有的人來抵制他 或者什麼 既然他已經有了一個目標了 那事實上好像應該就要看到 有個 有個 它會定期我說 什麼時候做什麼 什麼時候做什麼 或者它是直線的 或者它是曲線的 或者開始比較困難 沒關係 然後它會 或者是抵制過之類的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聽起來 台灣最重要的就是 減光減看 其實是 reliing on commercial 跟industry 那那個 能夠對他們有所作為 當然我們也看到 這個國際的產業之間 他們會有一個pressure 可是事實上 台灣政府要引領的話 他應該要有一些 法律的一個定定 來 來 Ider Ider 是懲罰 或者是誘導 One or the other 使他們走向一個方向 那這方面 有沒有人一在推動 或者是 立法院有沒有在 有沒有一些動作 在對這方面的一些觸擊 我想因為 剛剛臨機也差不多算多題了 那麼師父就請我們主將來 回應 沒問題 沒問題 班尼好希望 因為這三個議題他們都蠻 中科也都蠻棒 謝謝 來 兩次 麥克風 我班尼先問一下 我覺得那個 不管我們或是在討論電業法 或我們在討論當院 很重要的時候是 我們必須先找出真結問題是 我們在討論電業法 你覺得我們電業不好 所以我們要去修電業法 那我們的電業法 主要來源就是台電 對不對 那為什麼電業法 那我們今天要了解台電 可是呢 我覺得在民進黨政府時期 好好的了解我們的電力結構是怎麼回事 台電的管理是怎麼回事 所有呢 都是台電說了算 台電今天只要說缺電 這不能馬上就想 因為缺電嘛 所以我考慮增加電 你都不是想你的問題是什麼 你缺電不是因為你設備不夠耶 可是我們每次想到缺電什麼 就增加電 增加電 所以他的問題就是出在 因為你沒有找出真結問題 你馬上想解決辦法 是不對的 你一定想出 你一定要找出真結問題是什麼 才能對真結問題 找出合適的解決辦法 如果沒有人就了解台電 你相信台電所給你所有的缺取 台電只要缺取電的時候 就要增加電 那麼我們就會永遠都在該電場 我們對於減碳 就沒有辦法去做到 無限的邀請的問題 那如果所有都照著台電 說什麼 台電要多賣電 台電才賺錢 減電不應該照台電來做減電 因為少賣電 台電就賠錢了 所以不要把今天放在台電要做的 是台電來做的事 但是台電應該怎麼樣去 檢查他自己本身的結構 或是他甚至包括 他的維修的狀況 他的經營的方式 他的業務的問題 這些都是問題 這是我們的關聯 給我的感覺 在我們每次的這個交涉過程當中 我覺得沒有人好好去了解台電 所以沒有人去找出 增減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昨天不就通過了大潭的那個電場 就是用環品粉的 要讓自己做環品的糾纏 還不夠 現在比如說那污染幾年的 以後就是沒辦法 因為缺電 所以這幾年的我們 當這個幾年的這個 這個增減的時間過了 他一定會再做這個 減碳的這個問題 這是非常好看的 謝謝 所以那是壞的部分 那其實在節能的部分 我想那個政策應該 我覺得我們台灣沒有節能的政策 我們的工程要一直在增加 然後我們的預測 還說我們2030年 還要再增加40% 可是你今天 像我去問學生 你們認為過了20年 你也認為用電量會進來 還是很多學生認為 要增加個20% 30% 那他就認為我一定要比現在的活動 我希望你要做辦法來得去 就是大家還有這個概念 台內也不斷的宣傳這個 那我們有沒有相關的法 我們的相關的法 其實定的都是 為了要定一個法 給別人看說我們有這個法 那個法科也用 似乎不是真正的目的 好 我們沒有時間去談那個 或是經理減量管理辦法 那個管理辦法呢 就說我們2050年的目標 是要比什麼什麼減一半 2005年的一半 比起人來講的要比2000年的一半 還要來得寬鬆 所以我們定的法就越來越寬鬆 而且這個法我們定了 或是目標定了 我們從來就沒有入境 沒有說一年到哪裡 或者兩年要檢討 那除了你要檢討 你還要提策略 當然你也提嘛 所以要提具體的策略啊 具體的方案 甚至你應該說 我要 我的財務規劃也要出來啊 我要需要怎麼樣的投資 我需要做哪些的 這個其實你真的要做的話 你的目標跟你的這些都要一起來 我們都沒有 我們只有一個遠遠的目標 然後呢 中間是空的 所以你說我們 我們到底不管2025 那個20%的目標是誰的 我覺得這個目標應該是還OK 我不覺得他很有野心 但是我覺得還OK 但是呢 現在看起來就越來越悲觀 因為現在改的定業法 聽說又要改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似乎會吵著 要把那個再生能源卡死的 這個方向去啦 所以你說這個政府 我們跟他交往的態度呢 他基本上就是 我只要現階段 我不出錯 我管你啦 20年後是什麼 他們根本不管 我將來爛到什麼程度 我已經是告勞歸鄉 不干我的事 其實我現在覺得 坐在台上的這些人 基本上就是說 我坐在這個位置 就是一秒一兩秒 我不出事 我不缺電 管台電到處我什麼 我都接受 我不要去挑戰他 我能不能管理什麼2025 反正2025是誰的 都不知道 真的啊 也不會是小英啊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些人完全不關心這些事情 只關心他自己在這個面子上 比現在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的問題 現在這些能源在民間有一些團體 就像你們 可以對話很大的代表 可是事實上 我們去看要把這個能源的政策 從各個層面 減碳 能源 減碳 減碳 然後宣導人的節能 包括法律的利益 那是非常棒的 顯然政府沒有一個 南韋 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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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是神經的一個所謂 減碳辦公室 減碳辦公室 既沒有討論交通 不只是電工 交通也沒有嘛 建築法規要改也沒有啊 除了能源 產生能源之外 你還要從很多的地方去酌強啊 我們完全沒有 只有天天宣導大家所有的問題吧 真的 這個是明天團體做的事情 不是政府該做的事 明天還給我搶事情做 我想 這我剛開始就有講 就是說環境這個問題 或是氣候變遷這個問題 它其實是慢慢慢慢在 就是我也想到明天就怎麼樣 或後天會怎麼樣 或是明天就怎麼樣 它沒有 它是一個長期的 那一個長期的話呢 第一個給政府的壓力 基本上它變成只有這些所謂的環保證 那環保證給壓力問題是 可以聽 它可以不聽 它可以不聽 它其實它也可以不聽 那以這次的那個電影法的修法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完全是改變的 它只是做了一些改變 然後就什麼令人先行 它就用這樣然後說它有改變 今天為什麼我們會對台灣的 其實其實我們台灣呢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是來自電 是來自電 所以你如果能夠把電控制得好 對不對 把電控制得好 我們減碳或什麼都可以做得很好 另外還是五十 因為那一萬百分之五十可能就是 就是車子啊 或是在交通啊 交通啊 工業自己自己用這樣子啊 對不對 再歐 對 好 那現在問題這樣 剛剛在講 好 我們在講結戀嘛 對不對 那基本上結戀來講到 必須要這樣講 剛剛已經有強調了 我們家庭用電也有到百分之二十 好 那現在一直在強調這個結戀 其實這個意義很重要嗎 我倒覺得說政府它的整個產業政策 倒是怎麼樣 對不對 因為你公用費給你百分之六十啊 還有商業用電百分之二十啊 對不對 你這一些你怎麼去讓它減 這減下來真的是有 真的是有用 那政府現在變成什麼 當然小英現在她要處理的問題 可能她認為這問題不是她最重要的 她最擔心的是什麼 他所有的都沒電啊 不是 她最擔心的是什麼 沒電啊 然後第二個就電價 其實對小英來講的話 她是擔心了這點的問題 菲律賓電價是台灣的三倍 對不對 別人是這樣 那台電就一直講說 因為這樣 雖然電價很便宜 她從來沒有想過火力發電的話 它的環境污染 所造成的這個 所造成的社會代價是多少 她從來沒有去想 沒有去想這些 然後她現在台電用這兩個 剛才講的她最重要的這兩個原因 有點在威脅 威脅現在的證明 對不對 所以他們只好Pail她 就只好Pail她 所以變成 這一次的這個電用法的修法 變成是一個就是什麼講的 修跟電用修其實是一樣的 可能還會 修可能還會更長 就像剛剛講的 還沒變成一個大怪獸 但是她現在就是說 我們當初如果認為 我們當初把我們團團認為說 既然是這樣 你要這樣修的話 乾脆就不要修了 乾脆就不要修了 現在的時間表是不是會要修 沒有 你修好了 已經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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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說6到9的人要做第二階段 所以基本上她就是說 6到9的人要再談就對了 不會有問題 她現在就怕就是說 在她任內缺電的這些問題 那你把這個東西全部讓台電去主導 台電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老大的公司 你說要她做什麼節能 或是做什麼環保 她現在她說好啊 那我就來上電家 那你要她再生人員的比例要增加的話 對不對 可以啊 就當變價了 對不對 她現在認為她何人最便宜 再來就沒有 那何人會最便宜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她沒有把這個修理 或可惠料的這一個 她提出來的那個錢 結果沒有不便提出來的錢 根本就是台幣 所以她沒有把這一些東西做修理 那每年她剛剛講的 每年所造成的環境的污染 怎麼樣 沒錯 我們現在只要不要講排碳 當然每年排碳也是最高的 我們不要講排碳 就只要說她的一些空氣的污染 它有化流等等的這些 對人體的這些影響 你這一個本來 這一個是等於是外部成本 它就不斷了 所以它是最便宜 沒錯 燒煤是最便宜 燒煤和花電是最便宜 所以 那可能不是最便宜 沒有沒有沒有 它現在他們 我待會補充 他不是 就是說 就是說他用這種方式呢 來 來說服 就是說說服這個所謂現在政府 我想請教 這是我們過去所有的民調 有沒有人確定說 發生是不是願意接受到電價 不是 我覺得大家討論電價 不是 我覺得大家討論電價 有這個誤會 為什麼呢 其實你要說我的電費的支出 今天假如政府教你接電 你可以用了只有一半的電量 電價漲一倍你也不care啊 對不對 所以不是那個電價的問題 應該是說我們要怎麼去配合 讓你的支出沒有增加 可是我們現在完全不教你怎麼去節省 不協助你怎麼去節省 所以變成說一旦你漲了 我就一定會增加 可是在其他國家 德國用電費多少啊 德州電價給我們貴啊 對 但是他們後面抱怨 不會抱怨為什麼 他們收入也高嘛 所以要跟國民所得來比 對 但他們收入沒有到台灣的五倍嗎 不是 它沒有到我們的五倍了 有沒有到六倍 但我們的比較不能這樣子比 為什麼 我們的油價說比人家便宜 大家都聽到對不對 我們油價比人家便宜 但是我們的燃料費是隨什麼收 我們隨車收啊 今天我一個 我一年只開不到500公里的人 我一公升是付多少錢的 對不對 不能這樣子比嘛 你那油價裡面沒有稅 沒有燃料稅嘛 人家的油價有燃料稅 人家的店裡面有稅 有多少的稅 還有過路費 傳輸費 好 這個氣墊共生等等等等 加在裡面很清楚加什麼 我們裡面有什麼稅 所以我們的比較基礎不一樣 你還想在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 我如果期待市場金質 加資料就很難 不是 還有就是德國 德國人講得很大聲 他說我們過去發展再生能源 所以我們用比較高的墊價 讓全世界的人現在有這麼低延的墊價 再生能源 這是他們的貢獻啦 所以我們去發展再生能源的時候 我們不會付到德國人的墊價啦 所以那不是要說 德國人墊價怎麼樣 而且德國的再生能源要講清楚 德國的再生能源都是家戶在負擔 工業並有負擔這個部分 工業並負擔再生能源 不公益墊價 他們首先他們有那個智慧鏈點 智慧鏈點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核電是因為台電公司 是把所有的賬算在一起 他就告訴你核電 這個我們比較知道 但是另外的人就知道 對 但是我就去挑戰他 美國最近關了好幾個核能電廠 主要是因為不是因為有出事 他已經在run十幾年了 為什麼電賣不出去 因為他的普通的running的成本 就超過人家可以接受的wholesale price 我覺得台電說 假如這個是這個成本 你的0.9或0.7元一斷 你去把美國電廠買下來啊 跟你合一場一模一樣 對 跟你合一場一模一樣 你一定很熟悉嘛 去買啊 當你賺錢啊 這個假話 所以那個是主意的 我是覺得我們現在基本上是就是說 我們整個社會的共識是怎麼樣 我剛剛講說 小英他對這個問題 他剛剛最擔心我剛剛講到兩個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馬英九為什麼下來有點鬆鬆 現在大家都這樣在講 小英也很怕這樣子 小英就算了嘛 對啊 不然你會不會是被人家抗議下來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變得超過 我們從幾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 我們要減少排斷量的話 電是真的電要自由化 然後呢 我們的所謂要鼓勵發電 因為其實你說再生人員 他從一度十幾塊現在是降降到五六塊 人家就剛剛講了 德國因為他貢獻了這個 所以讓他一直也就去發展 然後後來他的電價就降到能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真的想要發展在生人員 我們是不是要在這個 從他的碳檔量或是用什麼人員 用人員稅什麼之類的 我們你沒了花電 我稅率要來稍微很重 你私有的花電稅可以少一點 但是會稍微很重 天然氣力更少 我再生人員有五里錢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用這種方式 你現在你去期待立法院 去通過這樣的調查 對啊 那那這樣就 因為這個政治上沒辦法解決的話 我剛剛就講了 你一個NASA的官員 他報告你講得很清楚了 軟化跟溫度上升是 這個是正常 整個氣勢都是一樣的 這已經經過三四十年的官場 是這樣子 對不對 他就問他說 你就要這個書記去 去稅合你國 共和黨的國會 他要強要這麼悲觀的 對啊 我們要去 我們現在想說 你這本身有什麼可以做的事 這不可以做 我們要這個說 就是譬如說我們講的 DASA的話 我們有啊 要這麼做的話 沒辦法 沒有辦法 他不過他不知道 這個就是你剛剛講的立法院嘛 對不對不可能 剛剛講說你店家長的話 立法院可能會讓你通過 就講美國的例子好了 但你有剛剛那種官員 可是也有家說 他們就說不管他們怎麼樣 他們照樣 他們走他們自己的路 他們照樣執行他原來的律 好 對啊 那這個也就是他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 政治有很多種 對 所以你不要強調太多 那你不要強調太多 那你也有關 像這個部分好不好 因為 剛剛幾位都調到說 那地方做什麼 那在 那地方 我說民間 我知道 對民間做什麼 民間做什麼 說給政府什麼樣的 我跟你說 民間自己 如果應該這樣說 民間自己本身 我們家庫可以做的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減碳 這是一個 可是民間的企業 他如果自己本身 他是有國際競爭的 他一定會自己去做 因為這是他要找出路 他要自己去做 所以不要擔心這個 但是呢 要擔心的是在國內的本身 你怎麼做 2015年的時候 政府提出一個自己的電 自己什麼 各縣市的一個節電競賽 其實他們過去都有節電 每年他們都有獎勵在下月節電 跟那一年他們提出一個 各縣市節電比賽 那民間幾個這個環保團隊 人家撐這個機會 就組織一個叫做 在能源轉型推動聯盟 其實是希望透過這個競賽 去跟各縣市去談 縣市可以走得比中央快 因為中央它有太多的法律 可是你縣市本身 你只要你想有作為 你的縣市政府手掌 你有這個意識你想有作為 你可以走得比中央快 所以幾個縣市他們自己本身 在訂立他們自己的能源自治條例 那能源自治條例裡頭 它就對於它的特效的能源使用 在不同的類別裡頭 做了一些規範 那當然這個條例呢 最後也是要送到地方的議會去審議 但是它是一個開始 也就是說如果縣市本身 它可以從自己縣市裡頭的住宅 機關 商業 這就佔了很大比例了 因為它管不到工業 可是它可以管企業 就是你這個工廠在我這個地方 比方說以台南 台南提出是如果你是800GW 以上的用電戶 你要了10%的電力 是用再生能源 也就是說 當它用縣市自己本身的條例 來規範的時候 那麼就會使一些企業 在這裡頭做一些改變 我們現在期望是從地方 去影響中央 因為如果地方可以做得起來的時候 中央它就壓力 它的那個阻力就會少一點 那這個來源我們是首爾 他們自己本身在做 減少一座核電廠 這裡來的這個idea 那首爾減少一座核電廠的做法 它其實是比它的預計時間 還提前達成的 那它也是從它的民間組織開始 從一個地方做 所以首爾在這個 2015年 2015年的時候 他辦了一個ECVIT 全球的這個年會 在首爾辦 那那個首爾市長 譜源淳 他也就是擔任了這個ECVIT的這個會長 雖然首爾 南韓這個國家有時候會有些碰轟 但是呢 有些措施 是對縣市來講 是很具體在做的 那現在台灣縣市 像新北市 然後高雄 台中都比較積極的在想辦法 在這個部分努力 那民間團體也在做一些合作 我想這是一個比較正面的 比較希望的 因為我們不能都講悲觀的 這是一個在進行當中的事情 謝謝 因為有些時間 我們最後五分鐘之內 那不知道其他朋友還有沒有 我覺得我們台灣 跟人家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認為第一個是資訊不公開 譬如說 首爾公布了那個用電 就發現首爾大學是用電大戶 東京就發現東京大學是東京的最大用戶 那我就很想知道 台灣大學是不是台北的最大用戶 我想是 可是跟台電要不到這樣的資料 就是他說這是隱私 我說我們只要公家機關跟學校 而且其他國家都是公家機關領先做 我做個零耗能的建築 或者是我做節能 或者是我去做再生能源 都是公家單位的建築開始做 我們不是 我們是希望你們去做 公家不做 所以你去進立法院 就這樣好冷啊 我覺得完全不對 假如政府認為這是要推的 他就應該從他自身開始做 他才知道有沒有困難 有哪些困難 可是他不是 他就是說大家去做 他自己可以做 所以我們在那裡 資訊不公開 還有政府要怎麼去推動 所以要怎麼去建築 我剛剛就要去聽到這個說 你的公司 其實你邊的公司 他一定要有基本的知識 他才能夠有某種想法 事實上找的資訊是很清楚 像今天各位提到很多的資訊 都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螢幕 可是呢 事實上 我們很關心的人 都一定知道這麼多 所以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蠻難聽到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就像剛剛說的 因為投票嘛 他整個數幾年就換了 他可能會在 很容易關心今天的事情 可是事實上 專業的公民團體 今天在這裡 十年後還在這裡 其實我一直在想 有很多重要的是 事關這個地方的生存的 其實公民團體可以湊合起來 然後一起發聲 然後一起參與政策 然後告訴他 我就是肯今天問題 我就是在這裡銜接每個政黨政策的輪廳 但是我們聽不懂 明天202025年 這也是台灣人要的 我就告訴你是台灣人要的 就是不要來留改了 我們要想辦法 讓公民團體怎麼結合起來 能夠達到這樣的功能 我覺得這才有效 聽你蠻精神 很正配的 蠻距離的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其他幾位 有一件好 也許我們以後在第二件事 剛好我們三個人就是 別家幫你寫的 這是我們 我們是針對公共政策 現在正在做一個那個 業務的意見比利聯繫 但那個不是我們原理的 我們還有頭啊 起來 我們都是一些比較有陪力的 我們現在有一點 有一點 我們明明的腦啊 對啦 大家就是一起來努力啦 我們想打敗自己 不過我們是要很具體 而且有目標的 就比較像經營一個企業這樣 所以就做一個 我想跟各位很專門 你們覺得最有一些辦法 出現很多知識 有資訊讓我們 我們怎麼把它促起 怎麼把它 更多的人都知道 然後怎麼讓它有影響的意義 這個是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 好 幾位主持人 沒有 主持人 還可以啊 沒有 沒有 要不然我們 我們的時間也 對 挺好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來 來 來 我們 職工意見 還有我們 財務主持人 非常感謝 謝謝